大家好,我现在宁波市中心,这是天衣广场 正打算去吃晚饭 这里是一个大型的音乐喷泉 这周围有很多的大酒店、餐厅还有国际购物中心 这是宁波最大的苹果店,双层的 喷泉的后面还有很多卖服装的 美食都在对面,中间还有一座桥 这周围还有很多的银行、手机店、体验店都在这里 这也是宁波最为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了 站在这里看喷泉,幸福感爆棚 又是有点冷啊 哦哦哦,瑟瑟发抖啊 到苹果店里看看 看看苹果的最新款 这款手机拍视频,效果特别好 零动岛的 看看效果 三倍变焦 还有视频 非常的高清啊 视频可以达到九倍 最大九倍 而且夜拍效果也挺好的 这应该是Vlog拍摄神器吧 对面像是一个大型的舞台啊 有好多的数码宝贝 打开手机看一下周围的这个美食啊 烤肉 烤串 还有一些 泰式餐厅啊 火锅比较多 准备去吃烤串吧 前面有一家 在这儿 最近的天气有点冷啊 应该多吃点肉 烤肉拌饭 牛蛙火锅 私人定制 烤串在这儿呢 还有土耳其的冰淇淋 羊肉串 六言一串买五送一 这个头是挺好看的 羊肉串买五送一 这边上 对一个人 这个餐厅是一家综合餐厅 主要以清真为主啊 进来了 去周边找一个单人桌吃饭 一位 有单人桌 好 行 坐这 菜单 菜单 有手抓羊肉 六十八 半截 一百一十三 一截 还有 吐鲁番的 葡萄鱼啊 新疆 手工酸奶 这是什么 青椒 麻鸡 这个串 二币点 是三十元六串 果汁 十九元 一杯 无限虚位 还有 羊猪骨的烤肉 蘿蔔絲 披育前菜 新疆哈密瓜 紫葡萄 手丝鸡 有机花菜 还有豆腐 土豆丝 新疆蜂蜜的卡瓦斯 还从来没有吃过呢 饭菜上级了 点了三样啊 这是吐鲁番的葡萄鱼 还有羊肉串 以及大囊 先尝尝这个葡萄鱼啊 首先它的这个造型 像一大串葡萄 上面有葡萄干 就是 柠檬 应该是金菊吧 还有一些花菜的这个装饰 好几天没吃肉了 今天好好吃一顿 这个鱼啊 外皮啊 还被溜了一下 就像溜肉段 看一下 肉怎么样 哇 是酸甜口的 这是番茄酱 葡萄干 蘸点番茄酱 特别甜 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鱼啊 新疆的正宗羊肉串 撒了很多辣椒 好吃啊 还有新疆的这个烤的 但是我现在大概有两年没几个酒 之前我喝喝酒 次数应该有不少 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个大片果 应该去一趟新疆才对 这条鱼酸酸甜甜的就像在吃葡萄 这条鱼酸 这条鱼酸 我爸 我爸自己的压力就买不到一样的烤鱼酒 对 我那时候让他喝了一点 我还是有感觉的 所以人家说 烤囊 蘸点茶 要不然太干了 那这鱼酸甜的烤他也说 看一下周围 这个餐厅挺火的 爆满了 这条鱼还没有鱼刺 快吃完了 饭菜吃光 就差菜叶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菜啊 跟花菜似的 一口干 吃完之后 回去睡觉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拜拜